这个鱿鱼游戏啊 掀起了全球热潮 刚刚讲到不仅是亚洲国家哦 包括欧美国家都已经 就是非常非常的热烈了 你知道吗 像是在这个鱿鱼游戏啊 我们刚刚讲到 黎太苑这个沉浸式的特展啊 现场本来是有鲜艳的 这个幼童的游戏 还有这个举办了非常多的 这个相关的产品 不过因为韩国的疫情 已经超过了就是每天 都三千多人确诊 所以呢因此撤除了 撤除了黎太苑的这个特展哦 让很多没有前往的观众 是大失所望 不过呢 这个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游戏有一点点出包了 游戏的这个 上次不是有讲吗 这个电话 电话这个是真有其人 已经就是Netflix已经要赔钱 结果人家不愿意接受 结果没想到呢 这个鱿鱼游戏的奖金账户 竟然是真的 这个标题帮我下一下好不好 这有韩国的网友也蛮无聊的啦 真的是 试转这个账号 竟然显示了李叉叉 李叉叉难道是李正宅吗 应该不是吧 结果呢 这个就上映之后延伸意外的争议 像是就是我刚刚讲的孔流这个名片上面这个报名的电话 居然是八位数字 结果这个观众们上次我讲 就是去打了以后呢 结果网友就直呼 因为你知道受害者的接的电话每天是400多通 那你知道韩国的这个号码前面是010嘛 那苦主就已经就是想到没电了 那制作单位希望就是说 能够要求受害者换号码 而且并且赔100万韩元 大概是三万多块台币啦 但是呢 怎么办呢 结果就是这个受害者不愿意 就是愿意就是才三万多块 我已经用了十多年的号码 你竟然要我换 然后呢 不仅如此啊 这一次发现最后获走 获胜不是拿走了455亿的韩元吗 那银行账户居然也是真的 就有网友实测把这个卡 拿那个用Cocatoc的这个bank 就是在韩国都用Cocatoc嘛 他们用Cocatocbank拥有的人 竟然是李叉叉 让人质疑是不是Netflix又出问题了 但Netflix表示呢 这个账号其实事先已经跟 已经跟这个使用者协议过后可以使用啦 然后呢 由于这个号码呢 这个上次提到这个名片中的这个电话号码 实在有太多人太多人好奇心去播出了 造成庶民的手机以及该号码相似的民众 就是连带连就是可能差一个号码都受到影响 所以在韩国已经就是引发非常大的争议了 所以呢在经过这三星期的讨论之后呢 上架之后呢 片商呢在5号也证实了 Netflix决定将名片的细分删除 所以呀你没有看这个孔流这一部 就是拿那个名片这一部或者是名片这个 有名片号码的那一幕 他们决定把这个电话流出的争议的画面 决定要删除了耶 所以呢 赶快赶快 那个很多国家已经决定要删除了 所以为他们的有他们的原因是表示说呢 对方表示5号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谈言啦 真的是这个疏失为了保护电话主人的这个隐私权呢 Netflix决定呢 原创游戏 鱿鱼游戏呢 第一集的部分画面将会删除 所以孔流的画面可能看不到哦 所以呢 目前呢 包括很多的国家已经在近期剪辑 把它给删除的画面了 现在呢 台湾的部分呢 是还没有删除 所以赶快去看啦 赶快去台湾的Netflix上线 赶快去看 因为呢 删除之后呢 哎 真的是 我不知道 这个孔流那一幕就觉得 啊 好像 就没有这个乐趣所在啦 可能这画面删掉之后 哎 你们可能就没有看到孔流的画面啦 因为事实上呢 这个电话号码真实存在的这个 这个事情哦 由于游戏导演呢 早在过去接受采访的时候 其实是有诚心的跟这个虚心的跟受害者 表示 sorry 对就是啊就是真的是不好意思啦 就是就是跟他们讲抱歉 就是啊希望能够就是解释说哎 能当初真的找到一组打不过的好的电话号码 就没想到这个手机的机制 因为自动加了010 就是类似台湾的09的开头 没想到发展出来是想象不到的这个事故 就是每天这个受害者 四百多通的电话一直打进去 甚至连号码只插一号两号 都一直被迫受到困扰 所以导致于受害者的赔偿金相关后续 起初呢 骗商是开出了金额 含币一百万元约三万元 但是这个金额啊被电话主人 说哎才三万块耶 我已经就是不胜其老了 双方现在在习商当中